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19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大家 我想這兩天 都不斷圍著加密貨幣 這個騙局 這宗騙局很大 很多KOL 娛樂圈 金融公司等等 證監會也介入 但是 我想說一下 這個風水問題 風水的主角就是麥寧寧 因為林作在開檔的時候 請了麥寧寧 去看風水 她 也是很成功的 去看風水 最終 變成了 最終 就是 說這個風水很好 現在被人秋後宣章 嚴格來說其實是變師 因為麥寧寧去到這裏看風水 她就說 林作真是選得好 這個地方是香港 九運裏面最旺財的地方 娛樂行 結果 八天就出事了 竟然看了風水 八天就興奮 麥寧寧事後 還在否認 我沒有說過這裏是最旺的地方 不是啊 你明明 當時所有東西都指向你這樣說的 包括 不同的雜誌 麥寧寧也說 她 選指是全港最旺財的地方 好了 這個當時有了訪問的 我讀一讀這篇訪問 智峰弊圈教父的林作 開設了 USDTOTC實體店 請來著名原學家麥寧寧講解 2024年九運運程 麥寧寧指 林作OTC 實體店選址為香港九運最旺的地方 說得明白 原因 是 中環以北為港 向北有水的地方才能吃盡九運的優勢 看好2025年會大展鴻圖地說 風水佬 別人請你來 難道風水很差 九天倒閉了 當然不會這樣說 你說她是否懂得測 當然不是 風水佬當然會說好話給你聽 好了 麥寧寧還補充 根據傳統風水術數據的解法 九運最有利的資訊科技行業 香港踏入九運 後20年 即是2024年至2043年 由九指右拔聲主事 配合未來發展科技掛稅 新科技 技術融入日常生活 衣食住行 尤其是最旺的人工智能行業 火煮文明思想 對資訊科技行業有重大比憶 於八運美段 在科技業發展如日中天 於近期日佔成熟的加密貨幣市場 以及大受注目的7GBT 都是踏入九運的重要指標 麥寧寧指出身 地往北 遷移會旺財 林作青作為加密貨幣的投資人物 2024年 加密貨幣大牛市配合九運 必定發達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全部都夠說 真的風水 待會先踢飽了風水東西 我先讀所有他說的東西 麥寧寧當然被人輯私 他專門去 推銷一些舌頭的東西 包括傅力地產 傅力地產 銷售珠海 傅力優派廣場 結果現在變成爛尾樓了 然後 有人去麥寧寧 請願 傅力樓盤的府主 他銷售過這件事 麥寧寧說我從來沒有代言過 但是 麥寧寧 當時 被人家 貼了他的照片 一定有給錢來的嘛 寫著一麥相成 麥是麥寧寧的麥 首選優派 你沒有做代言 人家怎麼會把你的樣子放進去呢 你當時怎麼會同意呢 你沒有收錢 怎麼會沒有做過這些事呢 當然啦 他最後否認了 麥寧寧 否認不關我事啊 我沒有廣告啊 不單只是傅力地產的出事問題 還有 還有一件很經典的 就是很多年前 我想十年八年前 比華麗山大埔的比華麗山別墅 當時推出來的時候 行機請了麥寧寧看風水 然後還出樓盤廣告 說風水很好 實際上 那裏的風水是很差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認識風水的人都說風水很差 建造了 整個墳墓 也有豪宅山墳的 美譽 究竟他懂得看風水呢 我膽敢說 他是不懂的 不過他只是說一些奉承 令到你覺得很舒服 很好聽的說話 你去一間店舖 一間大野 人家當然想聽你說好話 怎麼聚財 怎麼好 然後他就馬上說 從來沒有說過這些東西的 而且還說 林作房間的風水報告很差 究竟你當時有沒有這麼說 還是事後肯明 事後才這麼說 那麼你預測他會發达达的 如果真是會看風水 怎麼會還要看香港風水呢 香港的風水 在2020年7月1日就已經破壞了 你們想一下 這個風水把被破壞了 是沒有得翻身的 除了破壞風水那個給亂死的 還有改造的所有事情 才有機會會再生 我可以告訴大家 看風水很簡單 香港的陰 就是2020年7月1日被破壞了 我們也是因為這一天 我們才要流亡 我在2020年7月11日 就乘飛機 流亡 在英國 當時也其實沒有想過 真的要流亡 我打算避開一輪 看看形勢 有甚麼不對勁 才走 誰知道 一去 就沒有再回香港 真正看風水是怎麼看的呢 我看到 有人 原來也不是完全 我看到有色體風水的 那個人 在2020年7月25日 在Facebook有個網站 叫做《果浪風水明理室》 其實我覺得他 林作說得不錯 在三年前 就已經 幫他命格算命了 那麼他 主五歲 2月25日開始走大運 之後呢 林作是89年12月23日出生的 在陰曆的11月26日 即是農曆 四處是紀治 丙子丁子 葵卯 命局是陰藍 紀治 金四局 命公是有 命主文曲 子連斗軍 新公是卯 新主是天璣 起命盤這些東西 其實我也不太懂 我讀一下他的說法 當大家 對林作先生的西裝論不滿的時候 他有另一個方法幫他澄清一下 這一切不關他的事 挫折挫在他老爸 不是他老爸 不應該 性衝動 而是挫折改了這個名字 他就說林作改名字改得不好 因為 你一聽到林作的名字就知道這個名字肯定是有問題的 首先他還要做大律師 你一聽到林作大律師 你一聽到 當時 梁振英的女兒 六八九女 也說 林作大律師 他也是這樣玩他 他也是一個作大的律師 好了 他那些東西 說他還沒出生的時候 父母也是過著很窮 困老島的生活 他老母在訪問之中說 林作六歲之時賭窮 父親離開了家庭 另外娶 他老母因為靠 原始股發達 大家想想 其實你大陸如果沒有關係 你買不到原始股 一定有關係才能買到 靠著那裏就變成了第一桶金 之後做了很多環保 又跟楊凱城合作 那裏是大家自己上網查得到的 好了 他就說他改錯名 把作 其實對他是不利的 然後他就批林作的 這個 名字就不太好 他說有機會 去到 他的運氣可能走到2023就完了 為甚麼 他說跟他合作 很快就完結 盡管看看2022年尾到2023年的林作 還有沒有再做保險 我看過這篇文章 應該是沒有編輯過的 沒有編輯過 即是說他也說得很準確 林作今年已經沒有再做保險了 他就說 16歲甲褻雲 甲木出現 將人生改好一點 由枯草引燈 變成甲木生火 的確因此混入了名校 成為了大律師 但一到26歲 變成甲草引燈 換句話說 做得最好 最有出頭 最出 有頭有尾 就是甲樹大運讀書這件事 可視攜友大運一度 遊戲變化 事業感情變來變去 一事無成 母親也出現 冒失合火 目力就會大減 進入攜友運的危機 聽他說這個似乎算得很準確 他就算了林作 接下來會出事 在2023年 當然 他說2021年 核生丑年 林作生意會做得很大 數字更大 這個是 2020年7月寫的 他說 衣服可以作假 標可以作假 包包可以作假 全部A貨都很普遍 不過車沒有假 希望林作可以駕駛的林寶堅出來 就會比較有型 然後 他說 2021年他的財力會很好 數字會做得更加大 公司 給他更加多錢 不過提醒一下 他對2023年葵某年 會引發一次 叫做貿有聰 貿有聰 這個時候 老母會有危險 事業健康也衰敗 自己也開始大破財 做生意做不到下去 或是數字太大 業職不夠自己填回錢 甚至是官非前身 希望物業可以 最多貶值 未至於要還債 物業一直跌 如果懂得的 其實 三年前就要賣了房子 我們在四年前已經提醒大家 預言香港的房子要賣 四年到現在 最少跌了三成 至四成 有些跌了五成 聽我們說的朋友 個個都沒有走路了 他勸林作先生 不要做事去到太盡 多些陪老母 或是他有危險的時候 很多時候已經做不到 那麼 他批林作批得挺準的 真是二三年開始出事 而且犯官非 物業貶值是正常的 因為 物業大家都看到 跌勢 相比起這個 果浪 風水命理 麥寧寧 跟他相差太多了 麥寧寧基本上 羅庚也不懂得看 去到那個地方 現人說人話 幫英女王算命大富大貴 不用你算命啦 大家都知道英女王是大富大貴的啦 難道英女王 在92歲會餓死嗎 你夠不夠膽這麼說 當然不夠膽這麼說 但是 中國歷史上 有六個皇帝是餓死的 所以 皇帝不一定會不餓死的 有餓死的皇帝有六個那麼多 所以 風水佬很多時候 根本你有沒有了到呢 大家一聽就知道了 很明顯你就見人講人話 見鬼講鬼話啦 有機會先跟大家說一下 六個餓死的皇帝是怎樣死的 這一節 我們說風水就還說風水 不是說完全沒有有料的人 是有的 我們看到 起碼這個算命 果浪風水 我覺得 算得很準 好了 之前跟大家說過 有幾個 一聽就知道是流的 所以 不用我再多說了 這件事 有時間搞 李家超出來抽水了 下午說會去記招 估計 這次政府 打蛇除棍上 一定是 用到盡這件事 化解他們的危機 第二 將這些 KOL 詐騙的集團 拿出來祭旗 其實 真正能動不動到後面的老闆 應該不能動到 不過這班人就一定要 陪葬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樂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